盘点最强的四大气武魂 最强气武魂太无敌了 如果气武魂有排名这四位一定在其中 炮天锤竟不是第一 谁会是第一气武魂呢 在看视频之前 老规矩 先帮作者长按点赞三秒完成特效任务嘛 一定要按住不动哦 在评论区输入666 是否能看见无数个六从天而降呢 好了 咱们继续来看今天的视频吧 排在第四名的是 杨无敌的破魂枪 破魂枪是破之一族一脉单传的武魂 大师曾经说过 杨无敌的破魂枪是这片大路上 攻击力排名前几个 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破魂枪强大的威力 杨无敌舍弃了一切防御 追求极致的攻击 凭借着强大的攻击力 他能越十几挑战 以自身82级的修为 击败了武魂电身为92级的蛇毛斗罗 此战也令身为敌人的千刃血尤为赞牌 再来说说 排在第三名的是谁 排在第三名的 则是见到陈欣的七杀剑 陈欣是七宝琉璃宗的主要战力 乃是宗门的两大保护神之一 要说七杀剑的攻击力 剑斗罗的七杀剑 甚至要超过浩天宗的浩天锤 因为七杀剑还附带一个七杀领域 能附带领域的武魂都是顶级的武魂 剑斗罗在猎魂行动中 只身一人重创武魂电四名封号斗罗 这一战胜利 完全就是因为七杀剑武魂那恐怖的攻击力 再来说说排在第二名是谁 排在第二名的就是被人们所常说的浩天锤 众人看见浩天锤时 无不惊艳众人 浩天锤武魂主要的特点就是 力量强大 爆发力强悍 七杀剑自带领域 还为什么还要把浩天锤排在它的前面呢 因为浩天锤的可变化性比较强 可用浩天锤研究出多个自创锤法 浩天宗传承锤法最出名的也是最霸道的 肯定是大须弥锤和乱披风锤法 唐浩本人也是研究出了多个浩天锤独特锤法 比如灵天一击和浩天护体 通过个性化的锤法 可把浩天锤武魂的威力最大化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天下第一气武魂 最后来说排在第一名的气武魂 就是海神的传承武魂神器 海神三叉戟 海神三叉戟人是海神的持有的武器 后被唐三拔出得到了海神三叉戟的认可 海神三叉戟重十万八千斤 握在唐三手里时只有一百零八斤 武器浑身散发出黄色闪电 海神三叉戟一共十三世 每一世都将掀起惊涛骇浪 在小说《大战加灵关》时 武魂电众人品尝海神三叉戟的威力后 宛如噩梦 此神器才是真正的第一气武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意见不同的小伙伴们可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个视频见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